哈囉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現在呢 來分析一下 社團裡面 專業人士提供的版型 現在看到的這個紅色的線條 是 社團裡面 朋友他提供的 版型 那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 老師已經把它 描繪過一次了齁 呃 在這個版型裡面 在這個版型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是前中 沒錯就跟我們 以往的前中不太一樣 我們以往前中比較短 然後後面屁股要包屁股的 但是這個版型呢 比較特別一點他前中 這一段是包到後面的 等於是把後面的版型呢 移到前面 移到這個胯下這邊 但是這一個呢 這是前中對不對 那這個是後中 那後中這裡應該是後中 這裡是前中 這兩個錯了 這兩個錯了 這是1比1的 1比1的描繪 這裡是這片 然後這片 這片是這片 那我多做了一個腰頭 多做一個腰頭 那我們來看一下 2D區跟3D區呢 2D區跟3D區呢 實際的版型 這個是 剛剛的這一片 那我們先把它 移開 先把它移開 先把它移開 先把它 兵起來 因為等一下 展示的時候會 快要丟手 來 這裡是實際上喔 穿到人體上面的 的樣子啦 這一個是 剛剛講的 前片 來 那我們主要是要看一下 它的當 這個前面的當 延伸到後面 這個後面 這個屁股 這個是有短短的 有沒有 好 那這個 目前褲子呢 以這條線來 以褲 以褲襠來講 後面的 會比較短 前面的會比較長 好 那這裡 波折 我是沒有扯起來啦 讓大家看一下 好 然後 褲管的話呢 好 它會 延伸到後面這裡 有 兩道線 好 有兩道線 好 那 後面有兩個 腰折嘛 對不對 好 那褲子就長這樣子 好 給大家 一個參考 一個參考 一個參考